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觀現役 我是David 這些局勢令我完全沒有打算出片 打算準備講資訊 但現在正在變化 當然這不是意料之外 而是意料之內 但它的速度令我又要出一齣片 俄羅斯和普京說要互動出兵 這是估計在內 現在我估計純軍隊的看法 那個態勢就是 它會在北部 即是烏克蘭 我們以烏克蘭以基庫做一個中心 他們集結這麼大量的軍隊 在白羅斯和基庫和俄羅斯之間接壤邊境 那些地方 好像是一個吸盤 吸住你的主力 把你的主力軍隊全部釘死了 在基庫那一帶 但實際就是由烏冬突破 烏冬突破了 但它現在先要甚麼呢 先要 難聽說 其實就是 Purchin 先將烏冬Purchin 一邊Purchin 一邊怎樣呢 一邊我估計它現在下一個真正的作戰目標 就是 烏冬內部 分分鐘 Purchin Purchin完之後 下一手點就是 因為 俄羅斯人集中的地區 不僅在烏冬和克里米亞 烏克蘭南部 和那些地區 多少接壤 也有不少俄羅斯人居住 我懷疑他們的玩法 應該就是 拿了烏冬Purchin完 消滅滅了聲 然後由烏冬那邊做根據地 也是打快速戰爭 快速的戰爭 一邊打情報戰 一邊打認知作戰 引起暴亂 然後俄羅斯裏的人一路暴亂的話 他就一路拿藉口去 就是你們烏克蘭人 迫害我們俄羅斯人 於是烏冬分子 加上俄羅斯部隊 在後面掠陣 目標就是把烏冬和克里米亞連接 連接當然不會地理上 把烏克蘭南部一部份的 一些城市等 然後最終目標是先取得奧德薩 因為如果取得奧德薩 你可以說整個烏克蘭靠海 可以由西方通過海 直接支援的路線 基本都沒有斷 然後烏克蘭武裝分子 先會在波蘭和烏克蘭之間 接壤邊境的 如果有任何公路 鐵路可能會跑去破壞 即是說令西方的援助 完全進不了烏克蘭 烏克蘭你之前給武器 但彈藥你也要繼續支援 如果你真的打 而且你也要給食物 水和藥物 你到時已經不行了 因為烏克蘭主力的軍隊 是被白洛斯吸住 那你就變成烏冬 就有時間去做事 而這個時間性 我猜這個行動現在開波 我猜26、27日之前就要完成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2月27日就是白洛斯搞公投 公投收獻 收獻之後 會不會變成白洛斯拼入俄羅斯 變成一部份 或者變成一個更加衛星國的衛星國 然後俄羅斯長期駐紮呢 有機會 如果俄羅斯長期駐紮 政府軍主力就長期不可能 落到南面救火 它就可以令到南部有一定的空虛 它就會藉著俄羅斯在後略陣的優勢火力 加上情報戰和認知作戰 鼓動起烏克蘭南部 總之有哪些俄羅斯全部起來暴動 等你救火救不及 auc�我猜它就是這樣 包圍 Дав道 包圍後就差不多好围成了 要將烏克蘭圍圍圍圍圍著 雖然烏克蘭每天 гл合作冠 Interesting 繼續 Shootoh ộc producesrocens 如果西方正制裁俄羅斯 現在也不夠 因此事情移動就會來水 proposed 本來塑取俄羅斯更加優勢 就是在某些位置 他拿到烏冬下一步就是一定是繼續 一邊吃一邊打一邊吃一邊打 吞了一分 然後又再煽動起另一分 用這種方式 盡量發展一些絕望的訊息給烏克蘭人 讓烏克蘭人最終放棄抵抗 同時幾乎可以搞到 一些潛伏住在那裡的份子乘機起來 當起義後又推翻澤連斯基政府 然後成為親俄政府 如果白羅斯也提出了 然後到時幾乎搞一個提出 然後將烏克蘭全國自願拼入俄羅斯 然後普京就會跟西方說 我的目標已經完成了 當然下一個目標當然未完成 下一個目標當然是波羅的海三角 但他就會假裝說我的目標已經完成了 我可以談判了 總之這幾個地方是我的 你肯承認的話就有和平 然後你搞中國是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我想他就會玩這種事 但現在趁現在這個機會 先輕輕含含搶了他 現在如果你說西方 靜靠經濟制裁 沒用 現在不夠力 這些經濟制裁 還有 例如我之前說 用石油戰略去打他 現在遲了 是就要早打 你現在拖到這麼晚就太遲了 人家動了手就已經盤壁來跟你打 我想那天聯儲局擺個陣 俄羅斯佬 石油戰略都已經盤壁來 如果拖平了仓的話 你拖壁了他 未必拖死俄佬 也拖打比特幣也拖得遲 但無論如何 無以為計 因為那個無以為計 不是在於你說 沒有預言中 而是 你沒有 有照片 有什麼去曝光 將俄羅斯佬的行動曝光 你不只是散給民主 你也要 你也要散給 不只是政府軍或者正規軍有 你烏克蘭當地的民眾 也要有一定的資訊 因為 現在真正的戰爭 就不是幾乎那邊真正的 衝突是下了烏東 烏東烏南 近克里米亞 俄羅斯人聚居的地方 他們那些地方會不會乘機動手 然後你烏克蘭人有沒有辦法抵抗 那些抵抗不是靠 明明白色的飛機大炮 但你要有中足的情報 因為 理論上俄羅斯裔 一進去 烏克蘭裔的地方 他們是少數 但問題是你要他們知道 要烏克蘭人能夠組織到有效抵抗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足夠的情報給人 你自己就算自己不出面 也不可以說不要緊 是未必去到這麼嚴重 因為 當地人也不一定喜歡你 美軍或者英軍直接住在那裡 那些心情很矛盾 有些人 你這麼多年都不來 你現在來 但是 我當你什麼都給人情報 而且情報應該的做法 就像之前那些做法 有想有什麼 甚至等別人在Twitter轉載 整堆情報戰打了出來 你要老套到俄軍 因為你現在的目標 不只是對付普京一個 你真正的目標是心理上要直接打擊到俄羅斯裔和俄軍 特別的俄軍 因為你如果看一看普京 有一段片 他那天的要求 國家安全委員會 現在決定我們要 進入 承認烏克蘭 烏東兩個地區獨立 他的情況很搞笑 你看他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面的力量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的額頭在談 說得口窄窄口窄窄 普京不斷擦他 你說清楚一點 你現在是怎樣 我猜俄羅斯人自己也未必很想打 但是問題就是 以普京的威勢 他壓到那些人 都不敢反 亦都不敢動 他們是不想做 但是又不敢動 但是如果是俄軍的士氣到底有多強呢 還有就是如果你說你要打擊 就算你是經濟制裁 你要打擊 打擊那幫僱傭兵 那些帳戶 你要令到他們收不到薪 僱傭兵沒有薪出 他未必會這麼落力跟你打架 然後 事兼彈彈 然後 俄羅斯現在幫助烏冬份子 烏冬份子的一堆已經是僱傭兵 就算是幫他略陣後面的俄軍 那些有一部分可能都是僱傭兵 那些俄軍也不是用坦克控流的 那些依然是用 小型衝突用的那種招數 所以你的情報戰 揭穿了他的行動 令他士氣低落 令到烏克蘭能夠在烏南烏冬那一頭形成強力有效的抵抗 令到他們吃不到 吞不到 如果吞不到 長期在那些位置一出血 好 接著就是26、27日 白羅斯一過了憲法之後 普京敢敢動 直動肌腐 如果他敢直動肌腐的話 那你就有藉口直接介入 但之前一定要準備好 因為現在要準備幾手 因為普京撕破臉的話 他就預了跟你開大拖 歐洲就不可以玩草食 德國那些 我想德國也未必會是阿之阿祖 因為 蕭寧自己都已經開始改口了 但你靠一些經濟制裁沒有人用 你現在要在邊境囤著重兵 在瑞典、芬蘭、波羅的海三國 波蘭全部要囤重兵 你敢由白羅斯開下去 我保證和你 保證你 俄羅斯軍隊有去無回 也保證 令到白羅斯人民可以解放 你可以起義去堆壞盧卡申科 這個混蛋 你現在要有足夠力量支持 到底西方有沒有 白羅斯那邊 有沒有 情報人員滲透 早就知道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 他們的保證是做得很好 但這一段有沒有事情在做 如果沒有就失陣了 所以我也是浪費了納瓦爾這張牌 默克爾也是這個位置很大罪 沒什麼理由把這些孤寒張打進去 如果納瓦爾還是 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找他來乘機呼籲 你現在沒有牌 你現在變成別人的牌 不斷打出來 你打不到別人的內部 要對付普京 你要由內部對付他 不只是在外部 靠經濟制裁那些東西 如果你認真打 不打孤寒張的話 那就看看他們怎樣 我不熟悉民主義的說明 但是以資訊戰就是 應該要繼續 英國早前那種有效的資訊戰 削弱俄軍的士氣 令俄軍 就算普京強硬命令 執行到5354 那些是有用的 因為執行到534 每次都被人看穿 然後烏克蘭發覺可以有效抵抗 最重要是心理上不輸 不怕你俄軍 心理上只要不輸 不怕你俄羅斯 你陷入別人 我當你不是4000萬 我當你3000萬 2000萬的人民之海 你不是大陸人多 你俄羅斯人口不是太多 你陷入人民之海 將你殲滅 你普京沒有第二轉 所以這一次 要玩下去 這次是要跟他捏的 這些遊戲 當然 我肚子裡面有另一些想法 也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西方特意讓他先發脾 贏先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最終贏 贏先手 好像當年希特拉也是贏先手 但是後手被人掩蓋了 現在會不會就是 引俄羅斯人 引普京引不住 先出手 讓他受困然後才開始 撞倒他 因為 如果能夠第一 情報戰上羞辱他 繼續不斷地羞辱他 羞辱他之餘 第一影響他的形象 聲望 最主要是要令俄羅斯 他下面的手下更加沒有士氣 第二就是令到他臨場 要改戰術或者什麼 就變得容易亂 容易出事 第三就是 也要保持烏克蘭的網絡暢通 千萬不要被俄羅斯 掩蓋了烏克蘭的網絡 因為如果烏克蘭的網絡 一掩蓋了 製造混亂 容易了很多 所以要保持烏克蘭的 網絡暢通 另外就是奧德薩那一段 那一段 我不管英軍出也好 什麼出也好 那裡要保住 那你才有新銘線保住 就必要是 如果俄羅斯踩過界 就索性動了 烏克利米亞 反正明斯亞的程度也完結了 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你跟他再說這些人 再說process 他自己也不承認 他既然不承認 那就是打架 不打 不是現在立刻打核戰 克利米亞戰爭 你不要以為 克利米亞戰爭 當年俄羅斯是輸了 英國也是成功地 借了 借了俄羅斯 當時的大英帝國 不是今天英國的角力 大英帝國當年強很多 但是 都一樣可以玩借俄羅斯帝國 不是很強的 俄羅斯人 他這次是突襲 又是一個突然之間 一個回馬槍 殺入烏冬 但是殺入烏冬 用這些暴亂分子 他不會有很多重武器跟著 重武器跟著 一定 用衛星覆益 可以完全看到 他那個應該不會是很大的部隊 其實都是僱傭兵加俄軍的小型部隊 滲入去然後加認知作戰 打超限戰去玩 所以 他現在說要Denasification 其實就是做清洗 做清洗你應該有仁義道德 你可以出兵 你聯合國就不用想 是浪費的 聯合國那些場合 沒用的 他跟你玩幾十年 他一樣可以拖到你暈倒 在那裡 姑且要看看 到底是西方是真的想著 鄭莊公還用共宿斷那一招 由得你亂來 等到他名義足 然後來動手 還是 真的欺負 如果以先前英國打的章數 就不是真的很欺負 但是會不會是 不欺負於玩超限戰 而是要包括一定武裝衝突的超限戰呢 不過至少有一點要看到 Boris Johnson 就不是很害怕 而且對於英國政府來說 順便一提 就是Information War那句 我在押後來說 以英國來計 實際上他脫歐的其中一個影響 因為東歐很多人離開了 因為你沒有了自由 沒有了自由 遷徙 沒有了自由可以居住的 那個協議 因為他不在歐盟裏 對他的勞工也很短缺 但是英國如果能夠 一邊提供資金 一邊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給東歐 因為歐盟裏 我想他們那群人都知道 就算北約也好 歐盟也好 他們的成員國裏面都知道 德國法國現在都靠不住 如果是的話 要有另外一些強國來幫忙 美國太遠 和美國太多地方要煩 但是如果英國呢 英國可不可以靠得住呢 如果英國靠得住 現在Boris Johnson給錢給安全保障 到後來 和東歐 開放邊境 自由貿易協議 兼自由流動協議 你到後來可以留住一部份東歐人 不用責任 而且東歐社區 在英國也有相當的勢力 如果你搞定東歐社區 你會有些票 而且你可以挖走 由工黨那邊的票 所以如果是的話 我思議 英國為何去得那麼盡 也不是沒有原因 有些事情 他們 他們有那個利益 如果能夠跟東歐那邊簽得定 就算脫歐 重返歐盟 重返不了 也不用那麼孤立 在歐洲大陸上 東歐會撐 可能有得想 有些事情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 和訂閱 及訂閱 遲些再見 拜拜